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祈恩 今天的1700中天正行事 馬上帶您掛握三個新聞重點 好 首先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今天一早廉政署是針對北市金華城案 繽紛多路不只搜索了民眾黨部 更前往到了柯文哲的住家 帶回相關的資料來做調查 而柯文哲更在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陪同之下 帶回了廉政署來做徵訊 但柯文哲在不出家門的時候 強調自己坦蕩蕩 卻被一旁的檢察官給制止了 再來是目前柯文哲跟陳貝奇 分別是以徒利罪 被告以及證人的身份 持續地在廉政署宣訊當中 那預計稍後呢 將再前往北檢接受調查 倒是各界關注是不是會羈押呢 現在可能的時間點也破了光 好 最後是今天上午 這個總統府公布了司法院政副院長 以及大法官提名人名單 其中先前總統大選期間 擔任賴清德進總主委的姚立民 將出任司法院的副院長 國民黨就痛批這份名單 酬庸意味相當濃厚 真的是失望透底 好 首先是偵談 今天最重要的焦點 那就是 解連掉今天清晨 在柯文哲家中搜索了四個多小時之後 柯文哲是緊接著被帶回廉政署申訊 但柯文哲在不出這個家門的時候呢 透過鏡頭表示 今天是台灣歷史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主席 個人住家和中央黨部被搜索 他很清楚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但也要請執政黨局給說清楚 他們有什麼樣的證據跟合理的理由來搜索 不過就在柯文哲講這些話的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那就是這個陪同在一旁的 北檢主任檢察官江振裕 是不斷地要求柯文哲趕緊上車 但沒想到柯文哲就說出說 讓他講話 大家先安靜 甚至還說出不然你把我拉走啊 而這時就讓這個主任檢察官江振裕 是非常的傻眼 因此就在柯文哲 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直接是狠狠瞪了柯文哲一眼 畢竟這個政察不公開 一旦柯文哲透過媒體鏡頭 講了些什麼影響了案情發展 很有可能將出現隔空串供的機會 因此檢調當然是不能大意 而台北地檢署事後也強調 本案偵查過程全是遵照 正當法律的程序 依法實施偵查作為 而目前柯文哲正以突立罪被告身份 持續地在廉政署中偵訊當中 而民眾在下午1點 是召開了中央委員會 會後也決議民眾黨要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全黨將一同團結力挺柯文哲 好緊接著大家當然關心 這個檢調約談柯文哲接下來 究竟會怎麼樣來進行 而據了解目前的柯文哲人 還持續在廉政署進行出訊 將會依照案件的複雜程度 我們才能判斷 下一步這個移送地檢署的時間 那麼根據現在掌握的消息指出 柯文哲前往北檢附訊的時間點 很有可能在傍晚或者是晚間的8點到9點左右 那檢察官將會繼續針對金華城的案情 來做釐清調查 隨後才會再召開相關的這個擠壓庭 來針對案情的這個輕鬆程度 來決定柯文哲是不是能交保 還是要擠壓 但恐怕時間是不會太早的 極有可能擠壓的這個結果會落在午夜到明天的凌晨期間 那一旦遭到了深壓之後 柯文哲就會先送往台北地院 再由地院召開擠壓庭 好 最後是總統府今天公布司法院的正副院長及大法官提名名單 但這一份名單一出爐又被不少人給罵翻了 這個質疑這個綠色仇雍 綠能你不能 其中正副院長分別是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 被害者權力回復基金會的董事長張文珍 以及曾經批判民進黨是垃圾 在總統大選又回過頭來幫賴心得輔選的姚立民 對此副同的邵梅琴表示 姚立民有豐富的法學背景 同時有許多學生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基礎 能把複雜問題化繁為簡 讓人民了解過去比較複雜 以及不可及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問題 但國民黨團就認為說 這一份的名單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也凸顯了賴清德政府用人為親 重點是自己人聽話最重要 更是要將大法官變成民進黨政府的政黨打手 赤裸裸的向市人宣告 未來憲法法庭是民進黨中央的附水組織 我是齊恩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天正經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